娱乐中心凌云宣报导蔡天凤玉疏远前夫一家 防瘾杀鸡 豪宅奢华内部曝光 图翻射蔡天凤 Egg 盘 米线创办人媳妇 香港名院蔡天凤 Abby Troy 遗遭性钱 一家四人杀害并肢解碰尸 引起外界关注 目前景 已将前夫一家四人逮捕 传出曾任景职的前公公 歌是主谋 因挂名房屋出售问题 杠上蔡天凤 残实际杀害 而这状引起纠纷的豪宅内部也曝光 据港媒香港01报道 蔡天凤被拍到21日下午20时15分 于不科进路露面后就此下落不明 他失踪前搭上夫哥哥驾驶的七人坐车 打算接送和前夫所生女儿 警方调查 就在车子驶入狮子山隧道前 前男上车和蔡天凤在车上发生争执 两人扭打 缠导致蔡天凤受伤流血昏迷 车上更采集到小血迹 随后 蔡天凤就被载到前公公位于大布隆 村的租屋处 遭父子三人肢解烹煮 隔天 前公公 驻另外一辆七人坐将尸体残肢 在走丢弃 目前天凤的头颅驱干几手不仍尚未寻货 蔡天凤离后仍照顾前夫一家生活 市资近三亿购入位于家立山豪宅公住 图翻设自中原地产巨西 蔡女18岁和前夫结婚并生下两个女儿 离婚后仍照顾前一家的生活 不仅聘用前夫哥哥当司机 2019年甚至7280万港元 约台币2亿8464万 购入位于家多立山的豪宅 前夫一家居住 并将房子登记在前夫父亲的名 短短数年一家人如吸血鬼菜女身上吸水超过 千万港元 不过去年底菜女萌生疏远念头 有意房子卖掉再为前夫一家与屯门安排住处 希望以拉远地理位置渐渐疏远 但双方为了所有权发争执 蔡女还曾经寻求律师咨询 加上蔡女虽婚单未登记 且父母经商成功传有上亿家产 若深雇所有的物业投资 金钱都将归于子女 引发 即蔡天凤玉寿豪宅奢奢华内部曝光 图翻设字中 地产卖房网站显示 一件位于加多丽山的豪宅 数个月前开始出售 叫价最高仅6700万元港币约台 2亿6197万元 豪宅内部米白色的装潢典雅大器 和过姓前夫哥哥所上传的家中照片装潢吻合 正就是引发纠纷的豪宅 蔡女前夫哥哥曾经上传 住家照和房仲网出售豪宅内部吻合 图翻设网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